另外,今天能源日,我们还有一个板块 就是这个油股的板块 今天内地的成品油价格就会再加价 即是柴油、汽油这些价格方面都会再加 见到其实国际油价这一段时间 都是持续的升幅,站在75美元的水平 见到暴有,中石化在内地加油价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否更加有利呢? 还可不可以追呢? 我想如果在内地加成品油价 其实中石化南、中石油两种都是明显受惠的 中海油跟它的关系不大 因为它本身没有下油的热物 下油热物占比比较重 就是反面上看到的两种,就是中石化南和中石油 如果从走势上来说 似乎中石油的升幅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因为中石油一直以来都比较强细的 中石油最近两边都受惠到的 因为中石油上有卖油 下油有成品油的销售 上油就是受惠国际油价不断破定 现时如果下油都用了加价的话 那变成两边都受惠的 上油油价升具有受惠 下油成品油加价也同样受惠 所以两边受惠下 我相信中石油的升幅就转期来说 爆发力可能会大一点 中石化其实之前的表现相当简单 因为三项油里面它算是最落后的一间 原因就是它没有什么上油卖油的业务 所以油价升代表它的成本 其实路终继续升 现在下油容许它的成品油加价 算是舒缓成本的压力了 就是它可以将上油的不断增加成本 可以转价到下油 所以稍微有利 再加上它本身是较为落后的话 其实如果回来的升幅可能是3%或5%以内 其实都可以考虑即时追入 因为下油的成品油的价格上升 这个是之前没有开仙下去 亦都大家没预期到会发生的 所以对于市场来说 那算是一个稍微的惊喜 可能短期股价稍微受压 可能是中海油 如果下油的成品油价格上升 会不会转转 益压消费或使用导致它的卖油量 可能会稍微减少 所以短期来说稍微减少 都是中海油 但长远来说 中海油的上升的逻辑是没有变的 毕竟它九成的收入都是零至卖油 见到上游油价上升 它一定是明显受惠的 但股价一直未到港都落后 这个主要原因可能和股东结构有关系 因为它毕竟受到美国三四个部位制裁 在这个背景下 可能在外资未沽完的情况下 股价一直会稍微落后 但如果时间够耐性 的话 其实长线来看回报 我觉得潜力最大应该是中海油 短线的爆发力最大 就可能将成为中海油 这个还有一次 还有李币